嗨,大家好,这里是雕龙小记 这个视频我本来是准备接三个视频 分享平时我是怎样收藏和保存文章的 都是我平时激烈的一些经验 应该挺好用的 但这两天我真的是设够了拼多多的垃圾短信 前面我做了一期关于网易元选的垃圾短信屏蔽 看来我还是同样独生破 没办法他们有他们的商业需求 但确实不能将信任放在他们的身上 平时我们需要用一些手动来防范这种情况 前面我分享过一些在线接收短信的平台 但这些平台寿命挺短的 离我上次分享已经过去将近半年了 通过这个视频我们来看一下我分享的这些平台 是否还在坚挺 同时我也发现了一个更不错的网站 先来看第一个 我还是用减速知乎这些平台来测试 这里就不注册了 因为这些号码绝对是已经被注册了 所以我来找回密码来测试 然后这些平台都有广告 最好将你的拦截广告插件关掉 不然可能会收不到短信 现在来看一下 复制一个号码 阅读短信 大家都懂得一些重要的账户 比如微信 支付宝 都不要用这种号码来接收短信 毕竟这是公开的谁都可以接收 现在我来刷新一下界面 看收到没 已经收到了 这一条简书 再来看一下知乎 输入手机号码 获取短信接收 好像知乎这边不行 这种手机号码在知乎这边通过 再来试一个 最新一条是两分钟之前 就用它吧 这个号码可以应该 过来看一下 刷新一下 还没出来 已经出来了 知乎也是可以的 现在来看第二个 这个平台 先看一下接收短信的时间 五秒钟 两分钟 说明这个号码 应该是可以用的 重新发送 再来刷新一下 已经可以了 再来看一下知乎 好像也是可以的 来看一下 再来刷新一下 好的 这个应该是我的 再来看下一个平台 这是我分享的第三个平台 已经挂了 应该是已经挂了 正如我前面所说 这种网站平台的寿命很短的 再来看下一个 我先签它去那边打开 刚才我突然发现因为网络的原因 这个网站好像很难打开 然后它提供的都是国外的号码 选个时间近点的 13分钟之前就它吧 好像还是可用的 这是美国的号码 删掉 发送 这个号码好像不行 我来刷新一下 再选择美国 粘贴 等会过来 先来看知乎的 刷新一下 然后选择美国 粘贴 获取短期验证 好像是可行的 来刷新一下 已经收到了 减速了 这个也收到了 好吧 都是没问题的 这是我博客分享的四个 然后其中有一个挂了 其他三个还是可行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我最近发现的 我自己也用过 这个网站对IP做了一些限制 可能不一定你能打开 从这限制来看 我觉得它做了一些风险规避 所以它应该比其他的平台活得更久 所以这个平台我挺推荐的 现在来看一下吧 看着时间还是可行的 复制来看一下 发送验证码 再过来看一下 获取最新短信 还没收到 还有腾讯科技 再来刷新一下 已经收到了 然后再来看一下之后 先刷新一下 粘贴 刷新一下 一样已经收到了 这四个平台就是我向大家推荐的 然后关于这一类短信接收平台的使用 我觉得这里写的挺好的 别人也是可以通过这个号码来找回密码的 所以注册时要注册个人信息 然后这个号码不要用于银行 证券 金融 保险 支付 接贷等操作 这些都是临时号码 及时接版一些这样的信息 看大家怎样合理 有效的使用这些在线接收短信的平台 以上就是我要分享的内容 同时向大家推荐一下这个视频 就是屏蔽和拦截 骚扰短信 这是我使用的一些方法 如果视频内容对你有用的话 记得给我点个赞 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订阅 或者关注我的频道 调龙小剂 好的拜拜